你还记得自己人生当中 第一次用不 用否定的 用排挙的 用拒绝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是在什么时候吗 对多数人来说 可能完全没有印象 但是如果回到发展心理学的话 我们说两岁的幼儿 会被俗称为 两岁的恶魔期 也就是terrible two 很可怕的两岁 他们在这个阶段 几乎都会对所有的事情说不 这是人类在认知和人格发展当中 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这个阶段里 他们逐渐的发展出独立的自我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行为 当成是一个孩子 他对于自己内在价值的宣誓 那个内在语言就像是在表示 不 我不需要去做 我不用做任何事情 来证明我值得被爱 值得受到良好的对待 其实你想想看 这样的内在信念 假设能够延续到我们所有人 已经到了成年期之后 仍然如此肯定自己的内在价值 那我想可能我们做助人工作 或者是心理工作 会完全不需要我们了 因为大家如果都有这个信念的话 其实根本不会有情绪或内在的困扰 但是对于我们多数的成人来说 我们唯一能够透过 不 我不一定要做 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我意志的时刻 通常就是我们生病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往往只能很虚弱的说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 但只要我能够恢复一定的行动能力 我就会立刻的被你奴役 尽量做到那些你希望我做的事情 就算是我会再次病倒也没有关系 其实这个功课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划下自己的界限 很清楚地告诉别人跟这个世界 什么是你想要的 而什么是你不想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怎么样明确地表达 什么是自己不要的时候 这样的状况也很有可能是 我们之所以会对很多事情 一直拖延下去的主要原因 拖延在我们前面的内容当中 已经谈过很多次 其实拖延它内在有一个很大的动力 就在于我们的自我价值是很低的 我们不相信自己值得被尊重 甚至于我们会把做任何事情 只要有任何不好的结果 都当成是自己的问题 或者是自己是一个很差的人 所以导致我们的时间跟精力 没有办法放在真正有价值 真正有效率的事情 我们反而被很多杂事跟杂物 不断地拖慢我们的脚步 其实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要求 我们能够明确地说不 其实也意味着 我们告诉这个世界 我们坦诚 我们自己不完美 但是我愿意去尊重我自己 所以我才说得出 不这件事情 其实这样子除了能够避免自己承担太多不必要的事物 让自己不堪负荷之外 其实也在向他人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这个讯号就是 我知道你对我施加压力 但你不会威胁到我的自我价值感 我不会因为你对我施压 我就会觉得自己不OK 如果你听到这边觉得这真的是你重要的功课 那么有一些语言表达 你倒是可以很有意思地去练习 比如说当你面对到 有些人逼着你一定要很快地说出 一个结果或一个答案的时候 你可以坚定地看着对方说 不 我需要一点时间思考 如果有人急冲冲地要你做出一些决定 你可以告诉对方 不 我不像你动作那么快 我要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全部的考量 或者是有人逼着你要签约 你可以告诉他 不 我要你一份我自己能够安心的合约 我也不想要因为妥协眼前的合约 而降低我们后面合作的品质 所以当我们在说着类似这样的语言的时候 记得一件事 温和且坚定 缺一不可 你可以温和地说 你不需要急言立色 但是你一定要非常非常地坚定 其实如果我们想要在生命里有更多的选择 让我们自己从一个拖延的人 变成是一个生产创造的人 那我们就很需要建立这样的自我对话 因为这样的自我对话 才是你帮自己设下边界的一个重要开始 当一个人不守好自己的边界 不尊重自己的边界 那其他人为什么要尊重他呢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过得很疲倦 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 或许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 我们忘记了那个两岁 而且勇敢说不的自己 其实圆满生命的答案不假外求 你曾经就是那个有力量 而且很坚定的两岁孩子 他一直都在你的灵魂里 没有离开过 现在把他找回来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然而如果你对于奇典文化的商品 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如同今天所谈的 要怎么样设下自己的边界 要怎么样守好自己的界限 成为一个自己尊重自己 而别人也会学着尊重你的人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课题前进的话 我很鼓励你 可以参与我们的线上课程 人机断舍离 这一门课可以说是集合了嘉玲老师 他所有助人工作跟生命实践的精华 透过很实际的步骤跟方法 让你活出生命里想要的清爽跟自在 同时也可以温和且坚定的 面对生命当中所有的相遇 希望你不要错过这门课的学习 详细的内容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 期待你的加入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